哈囉 蘇姊類小肉絲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摩羯座的皮膚科醫師 只講科學證據的宋佛師 現在已經到了 初冬甚至中冬 所以我們要來談一談 怎麼樣安全的保濕 去年我們做過一個 凡士林的學禮的那個影片 然後就獲得很廣大的回獎 哇 一堆一直問一直問 後來我們又連續做了幾集 那個凡士林的事宜這樣 然後今年到了冬天 果然又開始看到 因為查凡士林 然後開始臉部出問題的朋友來招我們 所以我們就決定 因為我們做乳化這件事 已經做很多年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做一個 乳化跟凡士林的對照 還有他們清除以後結果的對照 那天你知道當醫師的人 就是要身軒世主 所以我們就決定做一個實驗 這就是實驗的整個設計 就是我們先丟硬幣 後來我都忘了丟什麼 丟到左臉是凡士林 右臉做潤和膚 那丟完以後我們就會敷 敷大概30分鐘 然後還加保鮮膜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等一下的實驗圖 然後完了以後 我們就用一般洗臉馬洗掉 然後看結果 其實凡士林的圖 我們之前就看過不太洗得掉了 然後最後我們用水光的機器 把它 想辦法把它那個 凡士林或者潤和膚 盡量清掉 然後看清掉的情況怎麼樣 換句話說整個實驗的設計 就是用了凡士林 跟用乳化的方法 然後強制深乳以後 然後看能不能洗掉 然後我們看能不能水光清除掉 那為了證明 這個東西它的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 那素顏素後的五次燈 是差不多我想你們也看不懂 因為其實也沒什麼太大差別 所以確實它素顏素後是一樣的 那給各位看一下那個 這是那個左領右領的圖 本來凡士林的圖 凡士林這邊的圖 在眼睛的部分反而還漂亮一點 然後我敷潤和膚那邊 它的起始點還差一點 然後在臉頰的部分也一樣 就你可以看到 你知道我也不想啊 就是每個月要錄YouTube給你們看 然後我就上妝 上妝後又卸得不乾淨 所以你看我的 就是那個 右臉這邊反而長很多的粉絲 然後塞住小小的 然後左臉反而比較漂亮 換句話說凡士林他其實 有一個比較好的起點 我們來看他的結果怎麼樣 好 然後我們現在給各位看證據 你知道摩羯座皮膚科醫師 直講科學證據送用醫師 這是我們左臉的眼部部分 所謂眼部就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他用往凡士林 整個紋路就變得比較消失 好像被壓制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的那個 針皮 基本上兩個針皮沒什麼太大變化 這是凡士林組的 可是如果你是看潤和膚組的 你就可以看到你看 那個膚之前這樣膚了30分鐘 他紋路就變得比較漂亮 而且他針皮的那個 確實針皮的那個白的現象有比較明顯 就比方他下面有在蠕動 那這個是我們用一般的洗臉去清除 那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凡士林組的用水光打完以後 就是他來到這裡變髒嘛對不對 那水光打完以後 你會發現他其實可以清掉 他紋路還是可以回到還不錯的紋路 所以水光認真做可以把凡士林清掉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 在這個部分做完以後 他這兩張圖是沒什麼太大差異 可是到這張圖 他就很明顯的 被清除掉一大堆髒物的東西 所以水光這個動作 還是可以清除掉凡士林的傷害 如果你只是一次凡士林 水光是做得到的 然後在潤和這邊 我們剛剛就看到了 潤和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那個紋路就變好 那清完又哇 那個紋路簡直漂亮不得了 真的是真漂亮 比原來都漂亮 然後很清楚的清掉 就告訴你說 如果你潤和做得好 你做完潤和以後 再做水光 你的整個皮膚的代謝 其實很漂亮 不管表皮或真皮 如果你看過我們幾集 講凡士林的人就知道 凡士林對臉部的傷害 主要在堵塞毛孔 然後這個地方的毛孔比較小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凡士林的傷害 現在我們來看這裡 這是凡士林組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本來是有紋路的 那一用完凡士林 你看他的顆粒根本沒辦法清掉 然後整個紋路變得很囤 然後在基礎的圖的部分 你仍舊可以看到 他的代謝其實非常非常的不明顯 就是凡士林對皮膚的代謝 特別是臉部的代謝 是有問題的 可是在潤和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我剛剛講 很淒慘的那個 上妝後 你看我們做之前是這樣 然後潤和它整個皮膚就膨上來 顯然它有足夠的乳化保水 而且有些顆粒開始在消失 然後你看他的真皮 這張臉部的部分 比剛剛眼睛的部分更明顯 你可以看到這個變化很明顯 然後很多顆粒開始在清除掉 那同樣我們再來看一下 經過水光之後 這是凡士林組 他做完又變得很髒 你看一些亮亮的 亂七八糟囤積的東西 洗完臉都洗不掉 可是你用水光噴完 他一樣可以回復還不錯的紋路 蠻漂亮的 然後表示 即使是你用凡士林的傷害 你還是有機會用水光把它救回來 然後同樣的 臉部的部分你一樣看到 這兩個的代謝是有限的 但是你同樣可以看到 當它來到這裡的時候 它整個的變化其實蠻明顯 你可以看到 這三張圖的變化 就這兩張變化比較大 然後這張稍微有點變化這樣 然後在潤核膚組 就是你正確的用安全的乳液 跟安全的乳霜去乳化它的過程 你會發現它在這個地方 就已經蓬上來變漂亮 然後在下面 去那個用水光 把上面這些東西清除掉的時候 你同樣可以發現 它的紋路變得很漂亮 然後最有趣的是 你可以看到這些很硬的顆粒 在這裡乳化的時候 已經稍微變少 然後這裡一沖就剩兩三顆這樣 換句話說 我要講的意思說 第一個 還是請你 絕對一定不要用凡士林 你用凡士林表面上看起來沒問題 其實塞毛孔 然後皮膚的慢慢的真皮的那個 代謝也被你壓制掉 它整個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然後你用正確的乳化 然後用正確的乳霜 正確的乳液正確的凝膠去悶它 然後讓它慢慢柔軟讓它淡謝 你用正確的潤核膚下去 不管你只是正常的把它洗掉 或者你用那個水光洗掉 對你臉上粉刺 對你臉上角質的代謝都有好處 好 我們頻道的宗旨很簡單 就是提供證據嘛 所以有皮膚的問題找舒服機械 用科學證據找回你的肌膚自信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大概就是總結 你不用看那麼多 簡單講就是說 如果你用凡士林的時候 當你用那個水洗的時候 用水洗你會發覺眼部一大堆紅字 然後勉強真皮還好 可是如果你用正確的潤核膚 你會發覺不管是水洗還是正常 你用凡士林它必須用到很強力的 水光手段它才勉強可以清除掉 然後回到比較好的代謝 可是你用潤核膚 無論如何它可以幫你做很好的代謝 所以到底你要用凡士林還是用正確的 那個冬季保濕 我想不用再多說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還是強調一下 用科學證據 用科學證據找回你的肌膚自信 如此 請你麻煩你動動手 給我們按一下 點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這樣我們就可以幫你做更好的節目